大家好,我是武田游戏 那首先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一些想法 自从9月之后呢,我就想说 可能会尽量每一天呢,额外再花一点时间 然后私下去录制一些关于灌篮高手的 不管是角色介绍啦,或者是潜能的提升啊 或甚至是阵容的搭配等等之类的一些观念啊 或者是一些该怎么样去练习这一只角色的一些基础 然后分享给所有我的观众朋友 让他们可以得到这些观念上的提升 或者是操作上的提升 进而帮助他们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 会变得更轻松一点 好,那今天要讲的呢,就是我们的角色介绍啦 那今天要介绍的角色是哪一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神奈川敌人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帝王墓 我们的墓生意球员资料 那这一只角色大家对他最大的印象是什么? 可能是他这个帅气晃倒人的帝王三分啊 或者是这个非常好盖大招的这个帝王火锅 还是说就是可以有效的限制对方突破的这个帝王抄截 就是我们的帝影 这些招式呢 在这个角色里面都是相当有特色的 而且各有他的能力在 那这一只角色基本上在防守端呢 是非常的强大的 因为他是唯一一只呢 可以有效的限制 几乎是限制了所有进攻角色的一个进攻的模式 那像是集训工程遇到他呢 也会变得很难打 像是这个集训藤真遇到他 他很多时候也只能做这个原地干把 或者是像集训三井 很多人喜欢假投起手式的这个突破啊 遇到他也会变得不敢做 可能变得只能普投啊 或者是接球速投去顶 那这一只角色的防守做得好呢 基本上会远大于他进攻的价值 因为进攻有时候还是要看对手会不会防 以及你那一场有没有晃倒的够多 因为很多时候还是要围绕在晃倒人 才有办法做出有效的进攻 不然当你遇到防守强度比较高的玩家的时候 你很多时候偷不到这个普投啊 或者是后仰 甚至你的大回环 对方也都分得很好的时候 进攻还是偏难打一点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天赋了 那我觉得这一只角色 如果一个新手玩家 或者是想要一开始想要练习的玩家呢 我觉得他最重要的招式呢 其实是这个帝王操 也就是这个帝王闪断 就是我们的 然后点开这个帝影的部分呢 因为这一招价值相当的高 而且他可以像我刚刚讲的一样 他可以限制对方的这个突破的动作之外呢 他只要一旦帝影超级成功之后呢 他就是直接转换球权 那在这个游戏里面啊 球权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像我直播常常在讲的一样 你今天再会盖 你18秒盖个三颗四颗 但是你没有拿回球权 最后呢 他在最后剩一秒钟的时候 他把球投出去 最后得分了 那你那三四锅 其实效果还是不大 因为还不算是一个成功的防守嘛 那帝影呢 就是直接超到 并且拿回球权 我就是直接转换球权 变成一个成功的防守 那这样子也会帮助我方的队伍呢 就是让对方减少一次进攻的回合数 那也增加我们自己进攻的回合数嘛 所以这招也是我一直最爱这一只角色的地方哦 那他这招在进阶之后呢 他又多了这个帝王压制 那他这个帝王压制 很多人一开始觉得这招不好用 但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好用的 因为很多时候你在撞停的时候 你如果只是一般的空操 你其实很多时候系统不给你 你挖不掉球其实很可惜 因为通常在这个游戏里面 发生撞停的时候就已经是失误了 那他进阶多了这一招之后 就等于他撞停 你可以百分之百的把球拿回来 算是相当好用的一个招式哦 那这一招呢 进阶之后这一招 如果是支援比较不够的 可以先不用点 因为大部分的人啊 在回线的时候 不太会做太多的这个突破的动作啊 尤其是在有木生意的情况下 所以这招其实可以先不用点 没有关系哦 那再来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帝王火锅啦 就是帝王反身主攻 这一招也是算这一只角色非常大的一个卖点 尤其是面对到非常多 像是长法阴木的大招啦 或甚至仙道章的大招啦 集训花形的大招等等之类 工框类型的大招 有这一只角色在基本上都是十拿九文 只要这一个玩家他够熟练的话 那个时机点抓得好 这个帝锅都是非常好盖下来的哦 那甚至是盖老花型小田的这种 后仰类型的大招得分手段 也都是相当好用的 只要你时间抓得准 那这一招的使用方式就是 你必须要提早跳一点点 然后甩地锅的那一拍呢 是要是正确的这个火锅时机点 那这样子呢 就可以有效的用地锅来甩了 然后这一招的这个进阶技能 我觉得是相当香的啊 就是他进阶之后呢 只要他在有加速状态的时候呢 他可以让自己的火锅范围增加0.5 其实这个部分是相当相当的棒的哦 大家看一下 你想想看投篮封锁就是盖 投篮类型的火锅范围多0.5 那空中战斗就是盖攻方类型的多0.5 他只要有加速 他就可以直接拥有投篮封锁加这个 空中战斗的这个防守范围 其实这一只角色的火锅手感真的是相当的棒 甚至我自己啊 在玩这一只角色的时候 我的特质是没有在配火锅特质的 就是有一些角色他可能需要摇摆人 决定性主攻甚至是投篮封锁等等 去加大他的火锅范围才会比较好盖 但这一只真的是可以不用带那些东西 就是带一些能量啊或是晃倒率的东西 他火锅手感依旧是非常棒的哦 所以这也是这个角色我觉得很棒的地方 比起集训木来说他真的是好盖非常的多 好 那再来呢就是他的这个帝王分球 也是非常的有卖点的一个招式哦 尤其是在这个进攻时间快到的时候 压秒的时候你在使用的时候效果会更好 通常那种时间快到的时候你在篮下突然起码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你身上 你这时候如果突然地分给外围的接球射手啦 或者甚至像光阴传阴这种拉开 准备接球速投的角色 通常都可以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哦 甚至他这一招搭配这个集训藤真的这个跳接投篮 也都是相当好用的一个招式哦 所以呢在要使用地分这种手段呢 你对于场上的这个观察 以及对手的防守站位判断上一定要做得非常的好 这样子你才可以不会浪费大招 很多人如果看的不够仔细的话 他的地分就会变成是有可能分给人家已经踩好的那个位置 那这样子就相当的可惜 好那再来我们再看一下他有哪一些好用的招式呢 像是这个换变跳投可以搭配这个骑马射箭 这一招呢也是相当好用的 在进阶之后呢多了这个后仰的技能嘛 其实也可以常打对方在躲晃脚不会躲的时候呢 你可能突然晃完突然就接一个这个后仰 那也都是常常可以打出一些空位的 尤其是在单排的时候有一些玩家 其实对于躲木生衣的晃是真的躲得不太好的情况下 你常常可以利用这些偷分的手段来获得一个分数算是相当不错的哦 那这一招之前我一直觉得好像没什么用 后来我发现一件事 这一招超级好用 尤其是在你有机制球的时候 你就可以故意去篮下 打一个帝王墙头的这个手段 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通常内线呢都会想要跳 会想要冒1 然后冒到1之后呢你会发现没有人冒得到2 因为这一招你点了之后呢 你可以自己选择要在篮下做后仰 还是要做拉杆上篮 那一般都会继续用后仰的手段去进攻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做了三散 然后很像是大回环要进攻的那个套路 然后突然到篮下做这个骑马墙头 那你就会发现内线会盖 他有些甚至会以为你是要用大回环而提早跳 那盖到之后触发二段通常都盖不到 所以这一招 蛮推荐是大家去做实用的哦 去点这一招算是很好骗人的一个手段这样 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他的这个进阶之后多的这个大回环的招式 那这一招也是相当好用的 尤其是在对付一些玩家 可能这个防守没这么好的情况下 算是一个偷分手段也是相当不错 尤其是你在点了这招帝王就是 呃这个墙头 这个是算是大回环的墙头啦 就是触发说 就是像灵蓝之矛这样子有一个二段的拉杆上来 不过这招其实分配好来说 不算是太难盖 大部分呢 就是你有时候比方说你配一个射手 然后对方两个人的防守站位是拉比较外面的 你可以打他这个站位来不及进去补二点啊 然后用一个帝王墙头保护 或者是呢 晃倒对位者 因为通常这一招的二点呢 是对位者要盖的 那你如果刚好晃倒对方的那时候啊 你可以突然打一个 这个帝王的这个大回环的拉杆 这个帝王墙头 通常都会获得很好的效果 因为对方就算盖了也会触发 然后没有人盖二 那如果没盖呢 你也会直接因为攻框的关系而得分 算是不错用的招式 然后基本上这一招 是一定要点的 因为你有二闪跟三闪的手段之后呢 你甚至可以从篮下去晃 然后从不同的角度去打大回环 如果你只是用一闪的模式去打大回环的话 其实很多玩家都会盖 那不算太难盖 但如果你懂得从一些不同的角度 或者是你去晃内线晃倒突然打大回环 他们有一些人会反应不及 因为本来是内线要盖一嘛 或者是对位者突然被你晃倒 然后你这时候不接帝王速头 你反而接一个大回环 有时候都可以骗到内线 看到你晃倒人 他会想要出来补这个帝王速头 突然你打一个大回环 都很容易会去吃到分数 算是相当不错的手段 这样 好 那这一招呢也是相当好用的 就是随心所欲 当以前的木生衣啊 在还没进阶的时候 他晃倒人 基本上都是一伞晃倒 然后拉帝王速头 然后如果是二伞晃倒呢 通常都会拉成是帝王上篮 因为他通常都是三伞 才有办法反应过来 所以呢 呃就会相对来说 没有这么的好用 因为大家都会在一伞晃倒的反方向呢 去等要盖你的帝王速头 但是当你进阶之后 你点的这一招呢 你是可以做一个三伞的帝王速头 这一招用三伞基本上非常的难盖 因为大部分的人在防守端上 都还是会停留在一伞晃倒的 相反方向那个位置 去准备盖你 结果你拉了一个三伞 就变成是另外一个方向 就盖不到了 而且这一招 呃点出来之后呢 你不管二伞三伞晃倒 你也都可以拉帝王速头 算是相当好用的哦 所以这一招基本上也是推荐 木生衣一定要有的一个招式 毕竟这个游戏里面上篮还是比较好盖一点的 那帝王速头 假设他没有办法精准的抓到你的位置的话 那这招基本就算是一个稳定得分的手段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简单的介绍 木生衣的一些进攻的手段 以及他的一些招式的介绍哦 那下一集影片呢 我们会介绍训练场 要怎么样练习这一只角色 那要怎么样 在训练场先练得得心应手之后呢 我再在排位上拿再来做使用这样 好我是武藤游戏 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啦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